光复香公所为了精进地方观光产业发展品质 透过争取113年工艺彩券回馈金的补助计划之时 开办为期三个月的导览人才培训课程 吸引了20多位元旱青年来参加 而在开学典礼当中 乡长年轻水也不忘勉励学员们努力学习 成为光复香专业有个人风格特色的导览人员 简单的开训典礼后 巴道系导览人才培训课程第一堂课 就先来请每位学员脑力激荡 先行规划光复导览游程 直接每人埋头正笔即书 随着现代旅游形态的变化 香公所这一次导览人才培训课程的规划 也跟着与时俱进 邀请餐旅、部落文化、工艺坊、艺术创作等 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轮番授课 不仅吸引许多正式导览解说员参加温故之星 更有不少圆和青年来学习 觉得印象中光复是一个真的很美很有文化的地方 我现在也在外县市工作 看到这个课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我好想再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 那也希望就是在借由这个课程 就是能够学习到导览的课程 那未来就是能够有机会回到故乡 那将故乡这个很有文化的这样子的这一面 然后能够让游客知道能够介绍出去 光复相公所为了精进地方观光产业的品质与发展 特别开办八道系导览人才培训课程 今天半小时的开训典礼中 乡长林清水也不忘其免学员们努力学习 未来能带领大众领略光复相的美好 透过争取113年度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计划的支持 开办为期三个月的导览人才培训课程 乡公所期盼借此重新盘点更新在地旅游资源 部落文化成业现况 在导览课程与解说训练下 乡长林清水进一步表示 希望能够进而发展乡内的观光导览 培育出在地观光导览人员 记者11月蓝光复采访报道